媽媽手裡抱著嬰兒 將他湧入懷中 但你能想像嗎 幾個小時前 嬰兒坐在推車中 差一點就被陌生男子給推走 那個人的手是在這邊 因為要往前推 然後當下我就立刻把他抓回來說 欸 你在推什麼 然後他是繼續往前推的時候 我就說 那你再推我要報警了 他才鬆手離開 事發台中15號早上11點 一名媽媽推著未滿一歲的幼嬰 到19甲菜市場買菜 當時他手扶著推車在挑菜 沒想到挑好菜付完錢 嬰兒車竟然慘奏一名中年男子 推行約一台嬰兒車的距離 嚇得他大喊不要再推了 男子還假裝沒聽到繼續推 直到媽媽說要報警 男子這才快跑離開 我回想越想越可怕 那我剛才是趕快跟里長講 希望藉由里長的傳播能力 告知這附近的媽媽有這件事情 想他們一定要小心 起發後媽媽心有餘悸 再也不敢單獨帶孩子上街買菜 媽媽向里長反映 希望不要有類似情況再次發生 那你相信他這個市場有這個事情 偶爾會更加的小心 而當地里長貨爆後 趕緊在臉書發文 轉述經過 並提醒里民外出帶小孩 絕對不能讓他離開自己的視線 也千萬不能分心 而男子這樣的行為 真的讓人猜不透 他到底有什麼動機 主動積極偵辦 並吊液相關的監視器 追查該名男子的 那個意圖及動機 那如果有涉及不法情勢的部分 警方將依法就辦 警方說目前沒有接貨報案 但對於嬰兒車被推走 會主動介入調查 幸好嬰兒沒有受到傷害 媽媽終於鬆了一大口氣 但是嬰兒差一點被盧走 陰影恐怕一時難消 記者臉原兵 柳惠宇 SNG小組台中報導 中立新聞不會消失 卻會更強大